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道的日本黑道团体 其社长李培基竟然也不是日本人 资料上给出的显示是他的父亲为台湾人 母亲为韩日混血 只不过李培基自小就因为邪碎缠身 因此来到了奈良的药师寺 进行了艰苦的修行 三十岁的时候 他成功地将这邪碎给驱除掉了 四十岁便成为了李鬼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社长 因此在李鬼社的名称前面 就会加上了台湾的前缀了 了解到了这些基本情况以后 方林正假装不经意地询问在录像里出现的那道大楼上的诡异裂口 他本来以为啊 是旁边的人会有所遮掩呢 但是提及此事 就连旁边的警卫也面露自豪之色 他们悄悄地说道 小乃师寺社长 行动了药师寺的三位大僧政和理所谓 将那些通谋不轨的家伙的灵魂 都给焚烧干净了 方民听后 我一只恶然了 随近 他便样装不信的模样 让人带他过去 一看 换时 他就到 抽了一口凉气 此时是亲民现场 那所受到的震撼力 自然是更加猛烈了 那道长达十余米的裂痕 就仿佛是一把巨大的制刀 由上自下 对准离鬼说的大楼是挥斩而过 哪怕在此时 大楼的内部 依然闪现着岩浆一般的 荡人心魄的红光了 他玄机也多知 施展出这一事以后 不仅李鬼社社长李裴基 当场就支持不住 宣布敬仰 连同来的三位大僧政 也随之缘寄了 就可见 其付出的代价 也是异常惨重的 将这些疑惑理清以后 已经是夜深人静了 方林回到了那处戒备森严 却有着温和灯光的茶室内 低声地将所获得的资料 对着胡华豪 简述了一遍 胡华豪微微点头 却是若有所思了 方林喝了口茶 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老胡 你是不是对我 为与你商量 便接下来这个隐藏任务 有些不满呢 胡华豪呢 恶然抬头 哑然失笑着说道 哎 你小子怎么会问我们 这一问题啊 他略意思索 这才爽快地说道 说是我啊 你这小子年纪虽轻 看思维之缜密 布局之全面 实在是相当惊人 你我如今 成败俱是一体 你既然接下这个任务 想必对我也没什么坏处 我之所以有些郁闷 是因为 如今我们虽然站在了 本田家的这一方 只怕 也失掉了与这个世界的剧情强者 街头霸王成员 爱德蒙本田的交手机会了 方林听后 凝重地说道 我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才接下了这个任务 胡华豪却是眉头一扬 说道 哦 他这话 显然有些恼怒之夜 方林 却还是平静地说道 现在 我依然只能作为辅助战力而存在着 你 才是团队当中的主力人物 若是正面与这个号称 日本第一项铺首的本田作战 你的劣势 非常之明显 你的主要杀伤手段 是强力连续的衰迹 而衰迹的 衰迹成功的判定 它是依靠交手双方的力量值决定的 你现在虽然依靠装备自带的特殊技能 迪肯残暴 可以将力量提升到高达70点以上 不过别忘了 你的对手同样是以力量 威猛渐长的剧情人物 向扑手 更是日本第一向扑手 你的衰迹判定 要是一旦失败的话 那你露出来的破绽将会相当的长 并且是致命的 最关键的是 与此同时 我们还得考虑其他虎视眈眈的家伙们的偷袭 纵然是利益丰厚吧 但是也得留下命去享受吧 我不喜欢做没有把握的事 我这么说 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了吧 方林 你这么一句很是郑重的话 作为收尾 换来的却是胡华豪恼怒的一个暴力了 我去你个臭小子 给你点颜色 你开始染房了啊 欺负家家的账我还没和你算呢 黄林这一下顿时无言了 若是说到这个话题上 他现在也是自知理亏 现在呀 也只能是叹口气强忍了 而这个时候 距离任务一 过去请柬的时候 还有八个小时 离鬼社的防御 先前已经是险些被攻破了 而这八个小时 正是此处防御最为脆弱的时候 方林 四处的查看了一下 又去验看了一下周围的监控录像 静止走到了那个副社长公田面前 脸色沉重的说道 我觉得你们这里 有个严重的不控问题 本来防御力量就已经极度的薄落 竟然还将各个主力分散开来 例如 这两名血色巨甲武士 竟然率领着十余名仅存的神官 一左一右相隔三层楼 稀稀拉拉的分布着 这岂不是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吗 宫田为难的探口气说道 哎 高下确实不知啊 那些可怕的杀手是闯进来以后就疯狂的杀人 若不这样的安排 忠心等等的社员们几乎就是被屠杀的命运 当民这时候很想说 你们这些日本人被屠杀多少干我鸟事 只要不让老子这任务失败 那就是万事大吉 而他这脸上却是一板 呵斥的说道 吊这些饭桶来这里 是保护社长的安全 不是来接受安全保护的 若是连自身都不能保全 那还留在这做什么 统统滚蛋 宫田身边的警卫听了方林的话 一个个都是又惊又怒的拔出了枪来 而宫田这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十分的难堪 最后呢 他面色沉重的恭敬鞠躬说道 嗨 阁下说得对 逼人立即去办 吴华豪嘴里咬了一根牙签 呸了一口鄙夷的小声说道 哼 真他妈反贱 越骂还越是尊敬你 不被骂一顿还真是不自在 哼 离鬼设办事的速度显然是十分的迅速 不到半个小时 楼内楼外的所有人员就撤退一空了 两名血色巨族武士分别一左一右 埋伏在了茶室的左右两侧房间当中 十五名白衣神官分成三组 每组五个人轮流召唤出土石傀儡 邪灵武士在楼中的要害部位 必经之路上巡逻着 隔二十分钟换班一次 这样既能够将整座大楼的内外情况大致的摸清楚 也不至于这些近战薄落的家伙 在敌人骤然来临的时候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闲下来的时候 方明就端坐在了桌子旁 但闭着眼睛看似在养神 其实是将这精神力延伸了出去 薄薄的分散在了四周方圆三十余米的地方 这样虽然不能起到任何的防护作用 但是对于精神力的消耗是极小的 若是有外人悄然侵入的话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当中就感应得到 夜渐渐的深了 任务倒计时也逼近了红色计时的状态 方明忽然一切睁开眼睛 沉声说道 来了 他站起身来 急步走到了窗边 拉开了窗帘 楼下的警卫与警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是贪婪在地 有一名跃停渊迟的大汉 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抬头仰望了上来 其目光与方明一对 竟然生生地就令方明的双目 一痛一化 竟然生出了眼睛受伤的错觉了 是冲锋队的来福市局势 方明的耳边 响起了一个沉稳的声音 不知道什么时候 吴华豪已经走到他的身边 面无表情地忘了下去 方明很敏锐地感觉到 你和他有过节 吴华豪森然说道 我以前那个精神力特长者的朋友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并且在那场世界里 他还生生把我的眼睛给抠了出来 一 二 三 四 五 方明仔细地数着上楼的人数 他在里面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眉头一皱 旋即眼前一亮 微笑着说道 哼 老胡 今天咱们应该可以替你报仇了 胡华豪深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走出了茶室 静止走到了外面的大厅当中 电梯的灯接连亮了数次 电梯门徐徐地打开了 一杆离鬼舍留下的成员是如临大敌 纷纷地拔枪秒肿 但是这电梯却是空的 方明闭上了眼睛 很快说道 他们分成了两路上来 走的是消防通道 一左一右 左边是冲锋队的两个人 老雷 你带着两头血色剧组武士 和那十名神官去左边 右边的三个人交给我了 走 胡华豪一愣 但他素知这个少年之能 心腹心胸 军事极深 绝对不会信口开河 他深深望了他一眼 便拍了拍方明的肩膀 大步而去 他此时 心仇 旧恨 累积在心中 浑身的尽力 已经积蓄到了巅峰了 他一步踏出 尽力外泄 这砖石碎裂之声 不绝于耳 竟然是将坚硬的水磨石地面 踏出了一道不满裂痕的脚印 都深大数厘米 尖着无不为之咋舌 而方明健壮 却是微微皱眉 他忽然低下头 出声叫道 老雷 胡华豪的身影是微微一动 方明冲上前去 拿过他的大手 迅速地用笔 在他的手心里写了几个字 郑重地说道 此时 我对于冲锋队的人 完全都不了解 我不便给你建议 来影响你的个人判断 不过 你若是处于劣势 不妨看一看 胡华豪皱了皱眉 但还是点了点头 大步向下走去 冲锋队的反抗力量 相遇在了狭长的楼道当中 来福市爵士 也是一个力量特长的人物 他大步向前走去 挡在了前面的土木傀儡 邪灵武士 正是不能够令他前进的速度 降低分毫 所过之处 当真是若 滔风浪烈 完全是被冲撞出了一条大路来 而这个时候 两道血影 一闪而过 赫然是那两名血色 巨甲武士出刀了 在空中 蔓延出了两道 弯形的血光 激展向了他的同伴 巴黎 顿时 随着刀光的闪起 空气当中 也多出了一股 刺鼻腥臭的味道 冲锋队上次来的时候 曾经与这血色巨足武士 交个手 知道其主要的邪力 就是来源于身上的盔甲 而盔甲当中蕴含的 武士邪恶灵魂越强 那么 此时他的威力也就越大 穿着的人 就相当于只是一个傀儡 无论生死 都没有多大关系 因此 通常的物理攻击 对于血色巨足武士 所产生的效果 是非常的微弱 这仅存的两名血色巨足武士 也知道这一点 来福士爵士 所精善的两项技能都是死死 克制着他们 因此他们就直接放弃了他 寻上了以远程攻击建成的巴里 来福士爵士精通的这两项技能 分别是百八活 欲想之色音 K.O.F.世界神月千鹤的绝技 螺旋打桩尾 揭霸世界俄罗斯摔跤手 桑杰尔夫的成名技 俗称旋风大作 来福士得到的 是这个技能的卷轴 定位学权 他的第一项技能 可以直接攻击盔甲内部 寄生的邪灵 第二项技能 则是直接以 威猛刚强的外力 直接摧毁盔甲的外壳 如此身经百战的人物 当然不会坐视 这两头难缠的家伙 找上自己的同伴了 他一伸大手啊 就想要突然 但是 来福士爵士的尽力在 僵土而畏土之时 这动作却猛然间僵住了 他感觉到 前方 正有一股强大的压力 逼迫了过来 令他不能有丝毫的分心 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这两头血色巨足武士 连同那十余名白袍神官 将同伴给死死困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